除了何可欣无缘决赛的冷门 其他女孩子发挥都还不错 尤其是C路经过几年的锻炼越来越稳定了 首次参加大赛的姚金南更是堪称表现完美 她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对象 今天中国队的比赛是从自由操项目开始的 江玉元打的头炮 因为我是中国队的第一个商场 所以我就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 让后面都能发挥得更好 可能评价今天自己表现 靠地杠有点失常吧 因为就是上去的时候杠子太油了 所以就做了真套特卡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许百眉连上 然后在后面动作都捏了 就有点虚了 所以有点失误 小将黄秋爽由于过于兴奋也出现了闪失 我自己感觉第一项太兴奋了 自由操可能有点就是自己比较乱 然后后面慢慢慢慢就越开了 不过高地杠的比赛 中国最后一个出场的黄秋爽 并没有受到何可欣等队友失误的影响 动作流畅获得了14.9分 在本场比赛中 虽禄发挥稳定 经过几年的锻炼之后 越来越显现出他对赛场的把控能力 强项平衡目自由操都发挥得十分出色 我就把它想成是在国内比赛 就把它想成一次训练课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就使劲调整自己吧 当然今天最为出色的是 中国队第一次亮相世锦赛的姚金南 赛前这个16岁的全能型选手 就已经被各国媒体列为 中国女队头号关注的对象 姚金南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四个项目都很好地完成 她的表现堪称完美 那会不会觉得经过了这场比赛以后 决赛的心态会好一些 我觉得应该会吧 毕竟我今天 反正今天是挺满意的 我就想着先把动作做好了 就没什么好怕 而且我发现你自由操的时候表情很好 因为一开始做得挺好的 然后我就开心起来了 然后我就想着一个一个动作做 然后我就走了 但是因为这样我不闹了 因为我 görüş得及了 一切就好了 就我觉得 І,我们想着用这个 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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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3、3、4、2、5、6、6、2、2、2、3、3、2、3、2、3、6、6、3、4、6、3、1、3、2、3、6、1、3、1、3、6、3、3、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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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3、4、3、4、3、4、3、3、1、2、3、5、5、3、4、6、4、3、3、4、4、3、